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Kent哥以财秀 我是Linda 观众朋友们 近期哦 这个资产疯涨 那么国内的ETF总规模呢 已经来到了1.92兆元哦 那么除了0050、0056非常受到欢迎之外 还有几档大热门 但问题来了 我应该跟着追买吗 好的 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的理财教官Kent哥 Kent哥好 Linda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Kent哥 你有没有看最近的盘事 这个台积电涨得非常夸张耶 对 然后这个目标价已经调升到500块了 那么小这组买不起的话 他们都去买这个0052耶 请问你怎么看呢 对啊 就诚如Linda所讲的 近期里面所有的投资其实都已经不太一样了 过去以往大家都是追着个股在买 是 个股追着在买 其实就陈如Linda所讲的 台积电已经上看500了 现在都是400多块 是 400多块 开玩笑 40几万一张耶 是啊 我根本买不起 你真的有人年收入还不到40几万呢 怎么买 对啊 太夸张了吧 所以他们就去买了所谓的ETF 那ETF确实好不好呢 就诚如我们 今年度以来所讲的 ETF确实有它的优势 是 为什么 这个是专业的经理人 已经帮你选好的标的 当然它不是单一个股 因为它是很多的股票 组合而成的 那叫ETF嘛 是 那懒人有懒人的方式嘛 对不对 聪明有聪明的方式嘛 我不是常讲吗 困难的事情 难做的事情 让谁做 交给Kent哥做就好了 交给别人做啦 容易赚钱的事情呢 自己来做 所以ETF呢 就有这种长处 就有这种好处 所以呢大家 台积电啊 因为这个微软事件 所以它飙得很厉害了 对 那哇 突然啦 0052 0052其实它成立很久了 很久了吗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最近才常听到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它占了七成 七成喔 对 它七成持股啦 这么高 等于它ETF里面的七成 大概都是买台积电 比0050还要多吗 对 大概比0050还多了 是 那相对性 台积电涨 那ETF怎么办呢 它当然跟着涨了 那小资主 什么叫小资主 我一个月薪水 3万 4万 所以Kent哥不是小资主 没有没有 我是小小资主 看老板 看过这一集之后 会不会帮我加薪水 有可能 希望如此 所以0052最近为什么这么夯 确实有它的道理 因为台积电涨 是 那 话说回来 就Kent哥的看法会比较不一样 怎么说 0052 其实它2006年就成立了 到现在多少 现在是2020年 十几年了 对啊 这么久 过去以往 它比较成绩 现在目前因为台积电上来了 大家看它长得 大家好高兴啊 我买这么久 终于赚钱了 买这么久 终于赚钱了 但是 但是 Kent哥必须提出一个问题 它0052这一档基金 它居然一档个股 占了七成 非常的高 对 这个其实我不见得 这个 短期之内会确实会有收益 而且半导体相对性 台积电确实是我们 塔王之光的光光光啦 这个不可避讳的 但问题啊 这种不会是常态性的 所以我觉得 近期里面 你有获利的 是 你可以下车了啦 哦 赶快获利了结 是啊 可以 反正最近 政府不是有振兴方案吗 嗯哼 赚了钱 实现获利 是 出去玩一玩 就花掉了 就算花在你自己身上 所有的投资 所有的投资 你有赚钱 放进口袋 嗯 那才是真的 对 0052 我觉得 诶 你已经有赚到钱的人了 诶 其实你应该要下车了 不要再 放在那边了 是 为什么 因为它单一的台积电持股比例太高 嗯 后续会造成 它相对性 如果说表现 当然台积电后续 还是会表现得相当的好 只是它的稳定度 波动度就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它单一个股啊 嗯哼 太过于集中 这个对一般的投资人啊 其实不是个好事 嗯 再好的股票 它都会上上下下 对 对啊所以 诶 碰到高峰了 你就应该落袋为安 诶真的耶 这个才是聪明的选择方式 嗯 Key哥真的很谨慎 要不然我们一般人 如果买到了 就觉得诶 赚翻了 那就是都不会下车啊 反正想说台积电可能还会涨吧 那其实应该要赶快落袋为安了 是的 哦好 我们知道0052非常的这个 这个就是非常受到欢迎 热度破表 那Key哥00878呢 这档我比较少听 哦因为它 刚发行而已啊 刚发行而已啊 所以它是最新的 哦 2020年的新生额 这么新 我应该这么说哦 其实这一档的本质其实是好的 嗯 为什么 因为它是ESG ESG啊其实就是 公司治理 永续经营的一个概念 哦 国外啊其实对这种公司啊 相对性是好的 那我们现在了解 什么叫ESG 对啊那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平定一家公司啊 它永续经营 对国家对社会 是长期性 它是优良的一家公司 哇哦 这个叫ESG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既然是ESG的 基金的股票 是 它代表什么 这些公司啊其实在相对性 它体质都是好的 嗯 没有所谓的 坦白说 没有纯粹为了股价去做 上市上贵的公司啦 哦 它就是真的有用心在经营的公司 是 这等于就是好公司 所以00878是追 追踪好公司 对 所以它进来的标的 坦白说啊 都有一定的体质 嗯 跟本质在 是 这些公司啊会 会不会产生D4 就是会不会产生所谓的违约 还是倒闭 嗯 比较不容易啦 比较不容易 对 那这种呢 相对近期里面呢 因为国外非常的流行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嗯哼 台湾我们国内啊 确实起步的比较慢 是 但这个啊其实是值得大家长期去经营思考的 哦 确实一个是一个好的标的 那我们政府之前不是在推所谓的退休金的机制概念吗 对啊 其实类似这样的商品啊 我反而会比较推荐 是哦 对 因为你拥有ESG啊 就像我们长期不是在讲嘛 以前早期在常常在开玩笑就是 食品类 什么叫有保证 不是有一个GPS 对 GPS 好那个有保证的 嗯哼 这个相对性它的体质 公司本质就是比较好的 哦 就比较不容易有倒闭的风险 是 那这个对于我们现在国人来看啊 其实 退休金的方式啊 其实这种商品啊 这种ETF的商品啊 我反而会极力推荐给大家 嗯哼 但是 但是又但是又来了 又但是了 有些时候啊 比如说股票市场 在大涨的时候 或许像这种稳健型的 基金啊 的ETF啊 它不会暴涨 也不会暴跌 是 因为什么 因为它所选择的东西啊 都是比较好的公司 就是很稳定嘛 对 所以它波动度 波动度 相对性啊 会比较低 是 但是呢 会比较稳健 等于简单的说 你一买呢 你可以安心睡觉了 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你不用担心说明天睡起来之后 哇 这张股票 下市了 你股票不见了 变成币子了 这个倒不回 所以这个00878 今年才出来 就已经很受欢迎了 而且它 受到非常大的欢迎潮 怎么说 它已经突破了五项记录啊 单日 单日上 挂牌上去啊 它就超过了 过去所有的历史记录 它通通破了历史记录了 哇 这么多人有这么多 就是有这样的概念 知道说要追这一档 其实这样的概念 其实对投资人 我觉得是一个成熟的成长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好的标的 所以短期之内呢 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商品值得去买 所以它的成交量 这是由国泰发行的 它的成交量呢 就放大了非常的好 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稳定 正向的发展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哇 原来00878那么厉害啊 好的 那Ken哥我们再看到 我们刚刚有说啊 这个小正主买不起台积电 来买0052 那么0052的绩效 跟持股状况表现怎么样 就成如我们这个目前所看的 短期绩效啊 你看它的图表啊 它不是有 右边不是有一个 那个绩效走势图吗 右下角那个 你看 它过去以往都是比较平淡的 对 因为台积电上来了 对 所以它啪啊 它就跟着上去了 整个波度非常的陡 对啊 那一般外面的财经专家都告诉你 你看你买0052多好 是不是可以买 继续买 但是Ken哥告诉你 这个时候你应该要落袋为安 真的很少听到人家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投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你的荷包 是为了能够赚钱嘛 那突然而来 它涨这么多了 它两根涨停板20% 哇塞 台积电不是小股票 它能够涨20% 代表股票指数 总指数要涨多少 所以它突如其然冲高了 其实这个时候啊 你就应该落袋为安 那以后 如果说在回跌的状况下 你真的很喜欢到它 你再去买 那也来得及啊 是啊应该 因为它现在已经涨到一个 高点 高点了对不对 所以Ken哥真的是建议说 等到它回档修正的时候 我们再来买 对啊就像 好我举一个实际的数字好了 台积电 之前最高来到了466块5 那一天涨停板 对涨停 对啊那一天预计 大家现在目前法轮人来看 国外法轮也好 国内法轮也好 预估它可能或许 目标价来到500块 好那回顾一个问题了 那现在466块半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 它来到一个高点了 我把它卖掉了 等它跌下来了 你再去买 你的本金就比较少了 对啊 而且你466.5 如果真的落在伟安的话 那你真的是赚一波 对 它下来的时候 你再去买就好了 那台积电 这种个股 你可不可以放弃 全文不要放弃 因为它确实是 一家非常好的公司 但是呢价钱高 我们就这个可以挺立 我们叫挺立 就落在伟安 但是那个钱呢 你也不要花太凶 要留一点 等它跌下的时候 你再去买就好了 嗯 这真的是一个好方法 是 那Ken哥 我们再看到00878 00878的这个跡下 有比0052要来的强吗 没有 因为它刚发行 所以它现在目前的跡下 还刚开始而已 几天而已 所以那个现在目前还不准 但长期性来看 像我建议 投资大众 你们在选任何标的的时候 应该去看它的投资组合 是 它里面的主要精神是什么 它主要精神 既然是ESG的商品的公司 对 代表这家 这个企业 这个ETF这一档商品 耳后它的波动度 绝对不会太大 是 不会像刚刚0052那个样子 吹成这样 下来又下来 是 我有这种状况 它大概都很稳定的一个波动度 所以呢 ESG呢 是一个比较稳定度的商品 所以我们在投资任何商品 不管是股票也好 还是ETF也好 各位 我建议你们 仔细去看它的投资组合 就能够了解预测 这一档ETF未来的走势 跟未来可以带给你多少的报酬 真的 那Ken哥你建议我们也跟着追买00878吗 00878可以 我建议 可以纳入到你们长期资金配置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必须规划 每个人必须为你的退休而规划 像00878这种商品 我会建议各位 在你资金许可的状况之下 拨部分的资金去做所谓的长期规划 去买00878 但是呢 但是 不要一次我所有的资金 全部买进去了 千万不要 像这种稳定度 波动度够的 它可以让你 等于可以 每个月啊 像定期定额一样 每个月去买它一点 每个月去买它一点 就是我们各位投资人 耳后的退休金的保障 真的耶 我都没想过耶 一般人只看到说 像是台积电或005就丰买了 就00878这种波动度比较低的 可能就觉得说 就比较没有那么在意 那其实是可以拨部分的资金 就是做长期投资这样子 是的 好 我了解了 好 谢谢Ken哥 谢谢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Ken哥跟我们聊的 是这个ETF最夯的 像是0052还有00878 那Ken哥刚刚也跟我们讲了 0052你应该怎么做 还有00878你应该追买吗 那Ken哥都讲得非常清楚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Ken哥精彩的分享 谢谢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今天Ken哥跟我们聊的 就是说这个ETF最热门 目前最热门的就是0052还有00878 那刚刚Ken哥也讲了 0052我们应该怎么样配置 还有00878我们是可以来做长期投资的 所以观众朋友们今天呢 这个我们的节目内容呢 本来就是仅供你参考 那投资本来就有风险了 还请投资人们 慎慎独立的来判断 最后呢 对于我们整期节目内容 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记得 扫一下Ken哥的QR Code 加入LIOT Ken哥的QR Code 是小老鼠PFC558W 扫了之后呢 有任何问题 像今天的这个0052和00878 你该不该买都可以问Ken哥 那Ken哥呢 也会私讯回答你 最后呢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内容的朋友呢 欢迎在脸书还有YouTube上 按赞分享以及订阅 那也别忘了在YouTube频道上 开启小铃铛 并且搜索我们GMoney频道 就不会漏看我们的影片了 好再次谢谢Ken哥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